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約伯記》的另外一個內容 這個內容談到的是在第一回合裡面 針對約伯的受苦 約伯的朋友有三個人來探訪他 陪了約伯幾天的時間 等到約伯講出自己心中的一些苦楚 還有他對這種痛苦不能理解的一些心聲 這些人聽到約伯講的話 並不符合他們的期待 我們一般人的期待是什麼 人在遇到患難的時候 我們都會希望患難的人 你是有信仰 你是不是要講信心的話 患難中的人 你是有信仰的人 那你是不是 你的講話也能夠跟沒有患難之前 對我們來表達你堅定的立場 不變的信心 不變的愛心 這個是我們看到約伯的朋友 對約伯的期待 那當然約伯的第一回合的話 一講出來 這三個朋友就覺得失望 他們覺得說約伯怎麼是這樣的人 那前提是為什麼他們失望 他們認為約伯的痛苦一定是跟罪有關 那約伯覺得說我明明沒有犯罪 我遭受這些苦難不是因為我有什麼 在神面前有什麼大過犯 或者有什麼地方討神不喜悅 你們這樣講我實在是冤枉我 所以變成在這幾個回合當中 都是他的朋友針對約伯的答案 所給的一些回應 那在這個第一回合裡面 第一個朋友從這個到第七 第八章之前 是第一個朋友回應約伯的話 那等這個第一個朋友跟約伯的話告一個段落 那這個第二個朋友叫做彼勒達 他也不能認同約伯的說法 他就接下來講 那這個從一節到第七節 這個叫做彼勒達的回應 那彼勒達說什麼 從二到七節裡面 他就反駁約伯說 你講話講到什麼時候 那怎麼沒有完沒了 而且你講的話 好像那個狂風暴雨來到 刮個不停 其實是在指責約伯 沒完沒了的埋怨 到第三章 這個進一步說明說 神不可能偏離公平的 潛能者怎麼可能會偏離公義 那意思是說約伯你還在那邊狡辯 你一定是有錯神才懲罰你啊 神不會有做不公的處理啊 神也不會對我們不義 因為這個不是神的性情 所以他們又進一步揣測 這個彼勒達在第四節說 如果不是你的問題 或許是你兒女的問題 因為你的兒女啊 得罪神 所以呢 神啊 就使他們受報應 那這個我們聯想 可能看到他們這個彼勒達他在聯想說 或許是他家人得罪神 那我想說 這是一般人在邏輯上的分析 但是卻不適用於約伯 我們面對信徒碰到不同的困難困境 那或許我們心中有一個我們自己的答案 像最近我們之前在才剛結束不久的 這個內力的靈魂步道會 那我們曾經去訪問 那訪問某某人的時候 我們我們心中可能有一個想法說 是不是有遇到這樣的困難呢 或是不是有那樣的困難 結果等訪問了 他親口從心裡面講的話 我們才知道原來我們想的都不對 我們所假設的某些狀況 並不是他心裡面的困難跟苦楚 原來他有他自己的考量 所以很難 要了解一個人 不是你跟他對話幾輪 也不是說你看到他的表面 要對照他以前 他大概現在就是什麼狀況 這個很難 我們不是他肚子裡面的蛔蟲 所以要去處理人事問題 要去關心一個人 我們要充分的禱告 為什麼 因為只有聖靈在我們心裡面 我們同隱於一個聖靈 我們同有一個聖靈 我們聖靈感動我們 聖靈才知道他內心的需要 才知道他所想的 所以訪問一定要禱告 我們訪問目道者訪問信徒 一定要經過禱告 尤其是在關心某些很重要的人事物的時候 我們要有充足的禱告 因為我們不是靠自己的智慧去揣摩揣測 常常都是猜錯的 所以彼勒達跟前一個朋友 他們這個合理的邏輯的觀念 來判斷約博應該是這樣 要不然就是這樣 才會變這樣 沒有一個猜對了 所以第五節 他又延伸上面的話語 他說你如果改變你的態度 你現在開始殷勤的去尋求神 你就向那個無所不能的神懇求 努力一點勤勞一點 你的困境我們也解決不了 但是你就自己跟神要答案 能夠解決你的就是神 所以他說要殷勤的尋求神 那當然對你跟我來講 我們在教會遇到困難 我們人生遇到瓶頸 我們殷勤尋求神 向無所不能的神懇求 這是對的 就某個層面來講 就大部分的層面絕對是正確的 但是對於約博的受苦 他們既然已經出發點 就誤解約博了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不了解動機 或者是做錯誤的判斷 然後一直push 就是一直強迫約博 去跟神禱告 那你想想看 一個沒有犯錯的人 你要叫他跟神悔改什麼 我們有沒有想到這個問題 他明明沒有錯 你在那邊三逼四逼 你就是要去認罪悔改 這個只有你認罪悔改問題 才會得到解決 那問題 問題是萬一這不是他的錯呢 那你要逼死他嗎 所以我們人對這種 每個人內心生出的問題 我們很難去了解 全盤去了解 所以我們遇到我們不知道的事 遇到不知道的人 受到不知名的痛苦 或者是某些人 有一些經歷比較特殊的困難 你要禱告神說 主啊 你有什麼旨意在他身上嗎 他今天受這個苦 我們不明白 對不起我們不明白 但是主你知道 求你的旨意成全在他的身上 讓他從苦難中 或許你要他學習信心 或許你要他學習愛心 或許你要他學習其他 你要他得到造就的某些課程 但是這些我不像你 我不是神 我不知道 所以求你讓他能夠明白 解決 當他達到你的需求 達到你功課的要求 那求你解決他的困境 我想我們這樣祷告 主耶穌不會責問我們 那最怕的是什麼 常常把那些莫稀有的罪名 套在別人身上 讓別人苦不堪言 那我們還是得意洋洋 你就是這樣嘛 你看就是這樣 你今天這個苦境才沒有轉回 小心啊 我們得罪神啊 因為這個人如果不是我們想像中的錯誤 而是他因為譬如像約伯這樣 遭到魔鬼的這種試探 還有約伯受苦 原來是要向神見證說 虔诚人即使面對逆境 他還是能夠持守信仰 神就是要約伯以他的信仰來 以他對神的忠信跟忠贞 來為神做見證 耶穌基督天上的神 他不會看錯人 他知道這個人好 就真的這個人是不錯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從當中裡面 其實約伯記裡面有很多很深入的 一些人跟人觀念的一些交流 是很值得我們去想的 所以有時候我們其實我們未必喜歡約伯記 因為一天到晚就是在看這三個人 跟約伯的車輪戰 打了一個回合不夠 我們現在才掌第一回合 還有第二回合 那打這些你就覺得 怎麼一直在講這些 那一人受苦 這也是我們去了解一人受苦的 這種心裡面的苦悶 還有無處求助的那種 蠻可憐的處境 所以你看從這個 從這個約伯記 從第一章一直延伸到三分之二的篇幅 我們看到的神都是靜默不渝的 神不是沒有答案 但是如果一開始神就出面處理這個事情 那給約伯給這三個朋友 對話當中所要凸顯給我們四人的造就就沒有了 那有時候讓人跟人之間 越談越談 談了談了 那到最後神才拆破這個問題 這也是我們人生當中所得到的學習 那第五節說 這個第六節說 你若清潔正史 五節說你若殷勤尋求神 好啦有什麼問題 你的問題 你的兒子的問題 兒女的問題 你要去勤奮去找神啊 你一直拼命跟他求 神會給你答案 或許呢 第六節 如果你改變你的行為 你若清潔正史 那這個表明說約伯的行為有問題 講那麼多 如果你改變一下 你可能你的行為不清 或者是你的沒有慎潔 或者是你有一些犯罪的地方 如果你先改正你自己 天上的神必為你起來 而且使你所住的地方會兴旺 不會像現在家破人亡 也沒有錢沒有了嘛 財沒有了嘛 太太也要他氣跳神去死嘛 然後他的兒子也都沒有啦 孩子都沒有啦 所以這不是家破人亡嗎 那第七節說 你起初雖然微小 終必甚發達 那表示說如果你懇求神 跟改變自己 微小就會變成兴旺 這個是在我們一般人的處境當中 我們或許可以從這些方面 來瞭解我們自己的缺點 我們現在苦境當中 如果是因為我們的罪 或許我們按照第二回合的辯論裡面 這些觀念來講 或許是有用的 只要我們的狀況不是跟約伯一樣 或許這樣的做法是我們 在最終悔改 改變自己恢復正直跟聖結 或許神就讓我們從苦境中轉回 這個是從當中裡面的一個 那個遙控的我這邊不能遙控 那這邊我找了一個圖是什麼 是這個邏輯的觀念能夠套用一切嗎 現在人都很會念書 然後談到邏輯 什麼是邏輯 有正確的排列 合乎常理的這些條規 我們認為合理的 或者是要求 或者是答案 所以一般人覺得說 約伯應該是怎麼樣 按照我的理性去判斷 他應該要怎麼做 第一個步驟要怎麼做 第二個步驟要怎麼做 第三個步驟要怎麼做 他一定能夠改變跟神的關係 這個叫邏輯觀念 或者是你們有更深入的解釋都可以 我只是簡單的來講這個事情 那這些觀念能夠套用一切嗎 能夠套用在約伯的身上嗎 下一張 那麻煩後面幫我弄一下 我這好像就不能按 那這個從八節到十三節 這裡談到說 教約伯說 就叫他去想 你去問以前古代的歷史 我們遇到問題不是都會想說 以前的歷史是怎麼樣 就連教會有碰到一些問題 我們都會去查以前怎麼去處理的一些 一些史籍資料 或者是教會有一些重要的需要去關懷 我們都會去找那個全國信徒代表大會 或聖職人員會議裡面的資料 那到底這些資料是怎麼想 有沒有給我們參考的範本跟範例 那你在公司 你在做生意的廠商 你不也是常常會參考以前人 所做處理的一些模式嗎 所以這個比勒達他就問 他就教約伯你要去想想看 你想想看以前前代的人 你去追念他們那些祖先所作所為的 那我意思我後面註解是說 善惡本來就是有報 行善神就給他善 善的這個獎賞 做惡就有做惡的報應 那這本來就是常例 就是本來平常的 那我們人很短小的 我們人很微小的 我們才像花一樣突然間 種子撒在地上開花 瞬間才有的 生命是很短暫的 短暫的出生 可能人生很短暫就結束 我們不過是昨日才有 這表示是形容一個人人生的短暫 那對於很多事情 我們是一無所知的 那我們人生在世好像什麼 好像一個贏 所以人生說人生好像一場夢 你不管賺大錢得大獎 然後做了很多豐功偉業 做了很多的成就 死的這些就是浮雲 人死的這些就消散不見了 那這裡小弟的一個 延伸出來的感受就是說 月薄啊 我們現在啊 我們的生命也不顧人生的片段而已 那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到底在等什麼 你還在這邊講什麼 人生大道理 那第十節說 他們豈不只叫你 告訴你 從心中心裡發出言語嗎 浦草沒有泥疹 豈能發腸 爐敵沒有水 豈能生發 意思就是說 沒有神攻擊一切 我們都會枯萎 我們的靈命怎麼樣才能夠保持豐盛 要怎麼保持豐盛 來問大家 我們的靈命怎麼樣才能夠保持豐盛 每天喝洋樂多 或者是最近在訪問有談到說喝飽力搭逼 可以嗎 還有什麼 我們的屬靈生命怎麼樣豐盛 你要有真理嘛對不對 第二個你要被聖靈充滿 我們得到聖靈 我們順服聖靈 我們的生命 我們的行為都不斷的 不斷的被聖靈更新改善 我們的生命就不同 那第三個要什麼 要領聖餐 聖餐就是天上降下來屬靈的糧 神的選民啊 活在世上啊 在曠野地生活艱難 他們因為馬哪得存活 那人生的路我們就是要領聖餐 領受耶穌基督生命的糧 這個會豐盛我們內在的生命 這個都有差 當然還有一些你可以再去想的 所以沒有神攻擊一切啊 葡草有用嗎 爐底有用嗎 那清的時候呢 還沒有割下啊 就比百樣的草先枯乾 這個都是一個形容 那重點是 葡草 跟爐底的狀況就是接到十三節 我們有神啊 我們才有豐富的人生 我們沒有神啊 什麼都枯萎的 一個人如果跟神斷了關係 他還能夠有什麼 他還能夠有平安嗎 他還能夠有喜樂嗎 保羅說要常常靠神有喜樂 翻譯本是說要常常跟神連結有喜樂 那斷了跟神的關係 怎麼可能有喜樂 有的樂就是最終之樂而已 在這邊說 一個人如果忘記神 切斷了跟神的關係啊 他是沒有指望的 所以這位仁兄的意思是說 岳伯啊 你不要忘記神喔 到時候你什麼都沒有 你看這個講話 好像蠻不錯的喔 好 就下一張喔 對 那這個葡草喔 是生長在愛迪尼羅河的一個河岸 那加南地也常常見喔 那這個又叫爐迪喔 爐迪這個是浦草的一個另外一個名稱 那浦草可以長到三公尺高 我這個是比一個人高 那如果缺水呢 他很快就枯萎 那意思是說 人如果離開神啊 就像這個浦草離開你跟水一樣喔 生命跟靈命就很快的枯萎枯干 這是一個形容啊 所以主耶穌說 離了我你們不能做什麼 你人生再怎麼忙啊 生活壓力再怎麼大 你的環境再怎麼困難 你絕對不能離開神 但一裡為什麼一天三次禱告神 但一裡你想他是因因美代子嗎 沒事情做嗎 還是整天閒的花花 退休的每天享受退休的生活 金銀財寶家財萬貫 只是想說這一餐要吃什麼 漢堡 下一餐要吃什麼 蒙古烤肉 再下一餐吃什麼 吃酪梨加雞蛋 再加一個牛排 但一裡會想這些事情嗎 但一裡是盲國家大事耶 那身為國王之下的第二號人物 你覺得他被安排處理國政大事 他的這種處理的生活模式 跟面對困難 種種的困難 絕對可能超過我們五倍十倍的環境 畢竟處理波斯帝國是一個大帝國 你看那個到底幾倍台灣大 那一個人要處理這麼多的國政 有那麼多的反應都要去處理 還有很多人事問題 有很多行政問題 那但以他的智慧從哪裡來 他的能力從哪裡來 他每天要解決這些繁瑣的事情 有些事情可能他當面要處理跟人家協調 有些事情可能他要跑到哪個省份 去跟那個主政者跟他說 你這個主政應該是有問題 或者是你在這個省份裡面 你發生哪些問題 據我所了解 你應該要做哪些改善 他不用去處理這些人事問題嗎 當然要 當然我們不是波斯帝國軍的這些官員 但是我們只能用我們簡單的來講述一下說 大概他會遇到什麼事情 那這些能力從哪裡來 這些智慧從哪裡來 就是從每天跟神不間斷的禱告而來 所以有時候我們碰到信徒 遇到灌濫的狗黑外來 有些信徒遇到這個工作極端忙碌 或者是極度的疲勞 就沒有出現在教會 其實這個是錯誤的做法 你越疲勞你越要來找神 你越忙碌 甚至已經到了這個很絕望 或者是遇到某些沒辦法解決的困境 你一定要來找神 說不定你在哪一天在某個人領會的時候 答案就在他領會的道理裡面 你怎麼知道不會有答案 所以我以前在這個紐西蘭那時候 在有一次在家庭聚會 排到一個我們中國的統領 他在紐西蘭受洗歸主 那有一天他遇到一些很大的挫折 然後那個教務就排帶他家家庭聚會 那排到他家家庭聚會 所以我們一到他家我們就分享一些道理 然後講完之後他就很感激我們 他說很感謝你們 感謝你們今天來我家家庭聚會 因為我遇到很大的困難 我沒有答案 你們今天分享的都是我需要的 這是我親耳聽到的 這不是只有在那個地方才有 我們自己在台灣做一些聚工 我們也常常聽到有些聚會 包括我們自己傳道人 我們在放假或者是在某些 或者是我開車去開拓的 我也會在車上聽道理 開到服務口大概要45分到50分 甚至更久 有時候遇到塞車一個多小時 那有時候我就聽某個傳道講的道理 或者聽國外的某些傳道的道理 或者聽某些長子或者是信徒所講到的分享 要不然就是開車的時候聽幾篇聖經 要不然就是讀我喜歡的英文單字在那邊拼命背 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 所以每天的生活都會有收穫 怎麼會沒事做呢 所以離開神我們不能做什麼 這個是我們應該是要去好好去省思 沒有那個親近神沒時間的 問題是你要不要 我剛剛在 我們最近在鼓勵大家要讀聖經 我今天還有八張聖經還沒有讀完 我從早上讀經讀到剛剛聚會前 我還在讀還沒有讀完 我想說這個剩下八張 我可能要打到十幾點半 明天還有準備兩篇道理 我們從那不是沒事做 我們有很多事情要做 每天都有我們自己的目標要去完成 沒有完成 不太敢睡覺 那你們呢 只有工作嗎 我們不用靈修 我們不用禱告 我們不用讀聖經嗎 要啊 因為這是跟你的得救有關係 下一張 那下一張的一個內容 就是談到了進一步的說明 這邊從十四節到二十二節裡面談到 這邊說 他說仰望的必折斷 他所依靠的必像必是之諸王 那這一段這一篇文章 這一篇講到這個算是這個分的分享裡面 他主要的是形容什麼 說沒有什麼是靠得住的 這個彼勒達給約伯的一個答案說 你喔 不要想太多了 如果不回到神的身邊 什麼都是靠不住的 那什麼叫做靠不住 蜘蛛網你可以靠得住嗎 蜘蛛網只能抓昆蟲啊 你躺在蜘蛛網上面 你可以 他可以變成像彈簧蟲嗎 沒有你在哪裡 有沒有 蜘蛛網可以變成彈簧蟲嗎 你知道嗎 有些人用蜘蛛網在做防彈背心 他是把很多蜘蛛網 把他用蜘蛛網的成分去研究分析 然後把它組合起來 變成防彈背心 有聽過嗎 有嗎對不對 沒有啊 希望你們有機會這邊看看那邊看看 這個蜘蛛網還沒有被提煉成蜘蛛網 就只能找小昆蟲 他承受不了我們的重量啊 所以約會啊 你遇到氛亂 你不依靠神 你躺在蜘蛛網上 可以嗎 他能夠撐得住你嗎 可以hold住你嗎 好 十五節 他要依靠房屋 房屋卻站立不住 他要抓住房屋 房屋卻不能存留 其實人不管是靠房屋靠什麼 都是很脆弱的 你就算住豪宅 住了豪宅 那來一個九級地震 你覺得豪宅可以擋得住嗎 我聽說101大樓 他可以承受八級的地震 七級或八級 你們有印象嗎 我不太記得 我突然間想到 他好像可以承受七級或八級 但是還沒有承受 還沒有有過這種九級的設計 我不知道 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有空你查一下 101可以承受幾級 那再怎麼兼顧的房屋 遇到如果遇到天災地變 很大的震動的時候 可能他也沒有辦法存留 這個是我們可以了解的 那跳到這個第十八節 他如果從本地被拔出 那地就不認識他說 我沒有見過你 那人依靠 什麼都不能成為他的依靠 那人可以扎根嗎 可以扎得很穩嗎 也沒有 如果他被拔出來 這個人就從世上消失了 所以你看以前那些 多麼強大的帝國 巴比倫 埃及 亞述 羅馬 這些帝國你看多麼強盛 好像不可一世 好像沒有軍隊可以打敗他 但是他們都被拔出來了 從這個地球上消失了 所以你去埃及 你只能看到古埃及的文明 所以你去亞述 你只能看到亞述的遺跡 這些帝國都消失了 所以你跟我活在這個世上 從來就沒有永垂不朽的地上的國度 你看到了文明的社會 你看到你美麗的環境 你誇口的這些 我的學期 你看我的住家 靠近這個學區 我這個學區多貴啊 一坪多少錢 我們前幾天 這個不久前 在那個湖口開拓 我們才問附近的房價 因為有幾個信徒要搬到湖口 在那邊問房價 然後有一些說 也要一坪要四五十萬 二三十萬 然後有一個信徒 他本來想要買在那個湖口 教會最好能夠在附近 那結果附近全部都被買了 我在想說 這個湖口這個地方 怎麼房價會那麼貴 怎麼又有那麼多人去買 這個是什麼地方 是大都市嗎 我想也想不出來啊 怎麼會一票人在那邊買房子 然後呢 一間比一間貴 這個真的是嚇死人 所以這個是我們都不得知的 但是這些地方你看 這也都是短暫的啊 暫存的地方 所以我們到二十二節 恨惡你的都要披戴慚愧 惡人的帳篷都必歸於無有 那這些內容都結得很好 比如說剛剛小弟在講十八節 這邊說我還是講一下 這個神能抹除你存在的一切 就像歷史中從來沒有你 人是沒有可誇的 神如果把你抹除像黑板擦掉 那還有什麼 還有分比灰嗎 沒有了 神能夠讓我們存在歷史當中 神能夠讓我們在正耶稣教會 有一席之地 我不是講地位 而是有一個侍奉的機會 但是神也可以抹除我們 在正耶稣教會的歷史 也可以把我們土干抹尽 為什麼 要不要紀念都在神啊 那就算人紀念你 但是生命冊上 如果沒有我們的名字 那你覺得有意義嗎 高興的不得了 我為主耶稣做多少工 然後我有多大的成就 然後到見主耶稣的時候 對不起啊 生命冊裡面從來就沒有你的名字 那又是什麼情況 生命冊沒有我們的名字 那這個人生就 就又抹扣掉了 所以這些道理 這些常理絕對都是正確的 我們不能說他不合正確 但是用錯的對象 用錯的對象 所以真理門人都可以用 但是你用的真理 用在某些人的身上 時機對嗎 用在他的這個人身上 適合他用這段經文嗎 魔鬼會不會用聖經 比我們還會用啊 主耶稣禁食四十周夜啊 然後魔鬼啊 聖靈把耶稣吹到曠野 然後接受魔鬼的試探 魔鬼是怎麼試探 那拿孔子說拿孟子說沒有啊 他拿聖經怎麼說啊 你從這裡跳下去啊 主會吩咐他的使者拖住你的腳啊 你有這個能力啊 對不對 你可以用你可以把那個 這些東西變成餅可以來吃啊 所以魔鬼也他也會引經據典耶 他也會跟你講什麼哪一章哪一節 講什麼話咧 但是魔鬼用的是什麼 他的動機是錯誤的 他把正確的經文 用在錯的時間點 他把正確的經文去拿來試探人 一把刀拿在手上 你可以刺敵人 你也可以刺你的同胞 刀有沒有問題 刀沒有問題 問題是用刀的人 所以這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值得去思考的 下一張 好 那這個是小弟找的蜘蛛王 離開神 人的依靠就像脆弱般的 就像蜘蛛王般的脆弱 這個是給大家去思考 這個是給大家去思考 好 再下一張 那從九到十一節到十三節裡面 這裡所談到我上面的一個註解 就是神有他絕對的權柄跟能力 那約伯當然聽到他朋友講 他也有一些反思 他說約伯有時候自己在想說 如果我這個這麼卑微的人 跟神來做比較 怎麼去比較 如果神決定要向我做什麼 我沒有抵擋的能力啊 如果神硬要說我錯 那我還有什麼可以辯駁的 所以我們今天面對的神是什麼 有絕對主權的 他可以讓人生也可以讓人死 他不需要跟你講理由的 神需不需要跟你跟我講理由 不需要啊 他是造物主啊 他今天如果下一秒鐘不高興 他把這個宇宙當中的那顆地球 我不想見到這個地球 常常讓我煩惱 就像海邊的一粒沙還在那邊呱呱跳 呱呱叫 一天到晚做我一些不喜悅的事情 他把這一粒沙拿出來丟到垃圾桶 可以嗎 可以嗎 然後我們就消失不見了嘛 那你覺得人多偉大 你覺得我覺得我們多偉大 我們在神的主權裡面 我們根本如果神要我們死啊 他也不管你講什麼 他也可以言得不聽 就把你消滅了 還有什麼好說的 但是我們很慶幸啊 我們是神的孩子 我們從我們受洗歸主 我們跟神就是他 受洗之後就是他 這個非常非常親密寶貴的孩子 他看我們的生命如同他眼中的同仁 所以我們怎麼能夠妄自匪薄呢 我們怎麼能夠輕易就淡化我們自己跟神的關係呢 你不管在什麼環境裡面你要看中神對你的愛 你要看中神把你定位在他這個永生神的路上啊 你是在他面前一顆非常一個非常貴重的人 因為你是他用生命的代價換來的 所以即使神有絕對的權品跟能力能夠任意待我們 但是因為我們是他的愛子 他總是以慈悲連引牵引我們 牵引我們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段 這一段的聖經主要探討的就是 在絕對權品跟能力的神之下 你要怎麼去跟神相處 所以約伯聽到那些朋友在講 他講得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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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講很多話 他自己也覺得說我是渺小的 所以約伯說 哎呀我真知道是這樣啦 但人在神面前怎麼成為義 可能他想到說現在我的處境 我沒有犯錯啊 但是神認為我為義嗎 第三節 如果我今天跟神爭辯 我也是很難回答他 所以我小弟的註解是說 神的崇高使我無法談義的標準 那像 今天在讀經 我讀到那個 加拉太書 那加拉太書讀完了 那這個加拉太書裡面 特別有談到行律法稱義的問題 那因為加拉太人 他們受 要做迷惑 要離開陰性稱義的道理 他們要走回律法的路 那這個保羅就很遗憾 說我們都是欠律法的 在從羅馬書跟加拉太書 都是談陰性稱義 如果要行律法 以神的標準 要行完全的律法是不可能的 所以主知道我們做不到他 才讓我們陰性稱義 讓我們不再活在律法之下 而活在 因信耶穌基督 神就以此稱我們的義 不會一天到晚在盯著你 哪個律法你沒有做 哪個律法你沒有行 如果今天我們回到舊約 照猶太人律法 我們還要去獻祭 他遵從很多的禮儀 那個法利賽人跟文士 還定了很多條規 一天到晚安息日不能走幾個路 那你今天天天 你跟我天天都犯安息事的 你要活在律法之下嗎 做不到的 我們很難的 猶太人他們不吃血啊 他們連那個肉都是泡鹽水啊 把那個血徹底的稀釋才吃肉耶 我們有這樣做嗎 我們沒有啊 我們是陰性稱義啊 會賣假的好啊 有沒有最後一滴血都放乾 那個不用管 任神告訴我們 熱死的不能吃 這些牲畜你要放血 那其他的不管了 你就可以吃了 這就是一個很奇妙的 一個很大的恩典 所以我們不再活在律法之下 所以律法萬條千條 如果神要以律法來成為我們稱義的標準 我們 對不起啦 進不了天國了 所以在這邊說 神的崇高使我無法談義的標準 因為我達不到也無法跟神談義 還好我們今天就像亞伯拉罕 我們是信神說的話 我們被稱為義 So simple and easy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要感謝神 你今天拜神 主耶穌說你只要用心靈跟誠實拜神 不避很多的禮 不避很多的要求 你就快快來教會拜神 跪著你想禱告什麼 神也不會對你怎麼樣 你禱告合他的旨意 他就聽你禱告啊 你開開心心地來聚會啊 主耶穌也不會計較說 你看他旁邊那個人家穿西裝啊 你怎麼穿什麼 你那個穿的是什麼 沒有啊 我們上台是因為我們要穿襯衫跟西裝啊 但是沒有規定你來真耶穌教會 你要穿西裝 一定要穿西裝啊 主耶穌只是告訴我們用心靈跟誠實嘛 我們按照真理 有敬虔的生活 有敬虔的身份 我們有敬虔的行為 我們這樣來拜神神就約哪了 就這麼簡單 那你要神還再要求的話 我們就沒辦法了 所以 第四節他有智慧有大能 誰能夠去踢刺 所以保羅他要消滅基督教 要消滅耶穌的教會 所以耶穌一見到他 在十五天天第九章 耶穌跟他怎麼說 扫羅扫羅你用腳踢刺是難的 你要踢誰 你要踢柱子嗎 你到路邊你開車到山的旁邊下這個 停著然後呢 請你用腳把一座山踢一踢看 他會動一公分我輸給你 或者是你今天如果你心情不太好 那你到那個我們那個 龜山教會一樓的牆壁 你給他踢兩下 如果你因為這樣心情好 那我就感謝主 你得到安慰了 但是不要把教會踢壞 所以我們去撼動那個很堅固的東西 是不可能 所以人要跟神論理 我們沒有辦法跟神論什麼 如果我們是錯的我們就當改變 那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這個道理 然後這個看第九第六節 他使地震動離其本位 地的柱子就熬悍 那我的註覺就是說 你看很簡單嘛 一場地震我們就嚇得半死了 那如果神發怒誰能夠抵擋 那他八姐他獨自鋪上諸天 昌天步行在海面上 那我就想到了 祝耶穌走在海面上 這些都在形容神的全能 來今天你們大家有哪一個可以走在海面上的 如果可以的話 改天我會撥空陪你去走海面 那我是在海灘上看你走海面 可以嗎 如果說 教務哪一天辦一個活動 我們釣我們這個跳海 那跳海是去游泳 不要想錯了 我們去游泳去沙灘去那邊烤肉 然後玩遊戲 然後全教會在那邊跳跳海裡面去那邊玩游水 當然大家都可以跳我也可以 但是誰能夠走在海面上 沒有嘛 你除了用現代的科技 如果不是用人的這個現代的科技 你要向耶穌走在海面是做不到的 但是耶穌卻可以 那是發生在兩千年前 那時候沒有柴油 沒有汽油 沒有飛機 沒有救生艇 有那個木造的船 也沒有潛水艇 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像現在很多科技的東西發展出來 這些都沒有啊 所以你看耶穌在那個兩千年的時代 他可以走在海面上 那表示什麼 他是無所不能的 他是無所不能的 所以這個其實在這一章裡面 我們看到耶穌的感受是什麼 最後一節 耶穌能夠感受到神讓人畏懼的大能 難怪他會心存敬畏 我現在的人都沒有在怕神 完結完結 小怕的小怕 然後再 不敬錢的不敬錢 然後來到教會的時候呢 就任意行事 也不顧什麼敬錢 也不顧什麼教會的規定 也不會去在意說神到底高不高興 反正我只要人來的神 你就要偷笑的 你還管我做什麼 你還管我現在聚會時間 我在幹什麼 我要活手記是我的自由 主耶穌你管什麼 下了那個 離開那個教會聚完會了 我要跟人家談什麼話題 談細笑的話 談不錄的話 誰能夠管我 這個時代是我的時代啊 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時代 你不要管我太多 弟兄姐妹你也不要管我太多 很多人的態度是什麼 就是這一副德性了 是嗎 如果今天我們從約博裡面 去感受到神的大能 他能夠做這麼多事 而我們一樣都做不出來 那這種大能 如果用在神 對我們的憤怒上 誰能夠存活 不用怕神嗎 當然要怕神啊 我們如果徹底去了解神的大能 你每天都 你的生活動作存留 你呼吸的氣息 你的下一步 能不能再走下去 都是神在決定的耶 那我們還可以在神面前 你管我管什麼 我要怎麼樣 我心得怎麼樣 你也不能奈我何啊 可以嗎 達到教會可以隨便嗎 可以蹦蹦跳跳 就是說在會堂裡面 集會可以不去遵守規則嗎 我之前我這麼一個教會 我不想講哪一個教會 那也居然會之後有信徒跟我講 他說教會的這個媽媽 不管孩子 感謝祖我們歸山 我們歸山都很自律 我去某個教會去聚會 去那邊注目的時候 那個信徒就跟我講 他傳道很頭痛耶 我說怎麼樣 我一聽到信徒講頭痛 我心裡也開始頭痛了 跟傳道講頭痛的話 就傳道要去關心嘛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說什麼事情 他說那個聚會的時候 然後安息日聚會的時候 那個他的孩子在那邊 跑來跑去的 然後那個信徒聚完會之後 就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管一下孩子 他說我向來都是給孩子自由 你會不會戲到哪兒同學 信徒去欠他 他還說我這個活在自由的時代 孩子就是要給他自由 結果主要走到頭上 在那兒走來走去 還好沒有跑到講台 跟傳道搶講台 我這真的是哭下不得 所以我剛去注目那個教會的時候 我說這樣不行 你說要學美國人 學西方人 他們這樣自由教 但是西方的父母親 他們不是不管孩子 他們只是用的方式不同 你孩子吵跟鬧 他不能打孩子的 美國不行 打他孩子 鄰居可以告你的 學校老師可以告你 你被打到黑車 去到學校 老師問說你怎麼黑車 媽媽打我 好那你就知道了 就去處理了 把你帶出來了 台灣現在也是這樣 對不對 慢慢再走西方的路 那你說我像西方 我可以不管我的孩子 讓他自由 這自由是什麼 叫做放縱 放縱情欲 任憑孩子沒有過境前的生活 所以那些信徒在那邊搖頭 他說在自由 你當我沒有去過國外注目教會 紐西蘭不是西方國家嗎 我們也是在西方國家 他們自由 但是人家會管孩子 人家會教的 是不要學都學不像 那個自由是什麼 你不管孩子前程 你拜神沒有規矩 神不開心會找誰 找你算帳 因為你不管孩子 所以後來 教會聚會的時候 我就公開宣導要敬錢 那我沒有指名道姓 我是說要敬錢生活 那孩子來到教會會堂 就應該乖乖的 我只是沒有說像龜山這麼乖 不好意思講太多 那就想龜山 孩子也是乖乖的聚會 也是乖乖做第一排 現在很多孩子不做第一排 做到最後一排 越遠越好 離開講台越遠越好 所以有時候 這種敬錢生活的規矩 是需要我們真正去認識神 你才會知道在神面前 應該有什麼態度 不是隨你所願 我們的神 我上講台我都嚇得半死 你記不記得我講一句話 我今天在那個 今年上半年 在某個教會靈魂部道會的時候 一個退休的傳道被打一巴掌 記不記得 你們不要去問 我也不想講 他說退休的 那個靈魂會的時候 星期六講到我下午我講到 靠在牆邊 他說他才瞇眼睛一秒鐘 就被打一巴掌 他說天使打他一巴掌 我在教會裡面 我們做傳道 我們連半生餐 我們都很恐懼 為什麼 我也不希望 在那邊注謝 然後天使看得不高興 就打我一巴掌 或者講話講到一半 叫聖水配 傳道都被打一巴掌 我們這個再次傳道 我們算什麼 照常如果不敬錢 神照常修理你 關你是誰 我們不怕神嗎 你可以不怕神嗎 我聽到這個事情 到現在我都覺得 我還要更戒身恐懼 我們在神侍奉 我們不能有心存驕傲 我們也不能那種狂傲的心 我們也不要自己自以為 自己比別人高 從這個事情給我的教訓 就是我們要比別人更謙遜 要做的就是合乎神的旨意 而且不要拿自己 常常跟人比 也不要在人跟神面前自以為是 我們要謙卑再謙卑 仆人就是仆人 永遠不要去超越主人 不要去走在主人的前面 只有主人得榮耀 我們做仆人的 沒有去講什麼榮耀 榮不榮耀那是神給不給 給我們我們感謝神 那如果沒有 那我們就默默地 再繼續再做我們的工作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在侍奉過程裡面 如果你知道神發生在我們身邊的管教 發生在我們身邊 神安排的這些事情 有些事情是讓我很怕的 像我之前幾年前在馬祖 十二點的時候跟 袁宋隆傳道 還有定隆芳姐妹 我們十二點在那邊 整理教會資料 我們聽到禱告的聲音 一個姐妹禱告的聲音 三個人同時聽到 怎麼三經班列到底是誰在禱告 結果後來才知道我們聽到的 那個又不能講異像 那個因為沒有像 那異什麼 異音嗎 我現在還想不出來 這個到底我要怎麼去形容 不是異像 不是異夢 結果這個聲音我們同時聽到 後來我們就 當場就三個人跪在那邊禱告 那個那種感覺就是讓你肅然起敬 我從來沒有這種經歷 結果後來就 隔天就發生一個神蹟 我們幫那個 幫那個 新壽喜的姐妹按手 人不舒服 結果按手之後 她看到榮光 她的病就好了 那就是主要我們禱告 主耶穌叫我們禱告耶 我這輩子我也沒有碰過這種事情 你不怕神嗎 你覺得原來神就在你身邊 在你的頭頂上耶 他觀察你的動作存留 然後他看你怎麼樣 又怎麼樣 他決定要對你怎麼樣 我們怎麼能夠不敬畏神呢 不要藐視神啊 所以約伯他這一段 這一段裡面的一些過程裡面 其實也是約伯一種自我的感受 想到人家講我那麼多不對 但是 就我自己的心態來講 我覺得 如果神要真的跟我計較 我真的是無話可說 如果萬一神不講理 或者他的理 勝過我的理 我也無話可講 這就是約伯從渺小當中 我們看到約伯的心態 才會想到為什麼他會敬畏神 因為他深知到神 當然在這個狀況 他的苦難旨意之下 他還不明白 後來他就明白了 那我們就來唱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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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